9月25号三国史诗巨制《童雀台》首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导演赵霖珊 协主演周润发 刘亦飞 苏友鹏 依能静 邱新智 姚璐等悉数亮相 影片除了有饰演曹操的发歌引人期待 其他几位主演也是力求挑战自我 饰演汉县蒂的苏友鹏 在片中需要多次吟唱古诗改编的歌曲《尖佳》 而导演却要求他现场即兴发挥舞蹈动作 这让他倍感压力 电影里面有几次出现这个唱段 可是因为都是角色不一样的状态和情绪 那我说导演让我去找老师来设计一下动作吧 我说这动作你可能随便来看看 一人分世貂蝉与邻居母女的刘亦飞 还为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等雪来》 首映师现场 苏友鹏和刘亦飞也轮番现唱 互标高音 苏友的歌词 尖 jeweils飞 珍觍一人再睡一方 qu äh 在片中饰演艳后福皇后的伊能静 当天身着镂空黑色长裙 大展深微诱惑 在台上还与饰演曹丕的秋心智大谈激情戏 日后这天下若是黄蛋 我就让你做真正的黄昊 我的衣服有六层吗 他根本碰不到我啊 对啊 想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这位子也要建议 反正我们拍完那场戏 那个秋心智第一句话是说 导演他的衣服怎么那么 就是那么包得那么紧 因为拉了半天 他只拉了一个肩膀出来 就是说 对男人也要来说 我们要让观众在 没有看到太高暴露的镜头之下 还是感受到那种热情 那种活力 采访环节有记者问及 伊能静是否关注前夫 于成庆担任导师的中国好声音节目时 伊能静则闭口不谈 马上绕开话题 就来了 还是问发哥好了啦 现在我的眼里只有曹润发 曹润发 我也很好了 《对面的人》 跟《对面的人不会搞 Perfected in this song kä》